现在有16个政党在竞逐 但其实上我们只有三组的 这个总统候选人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政党光谱是绿 蓝 白 当然这个下面呢 这个各政党又有他自己的光谱 所以呢可能 几个支持不同政党的人 都会回购他们到底支持谁 好现在您看到 我们现在三组人马的图形 那么在总统大选 历届这个层次上面呢 萨卡都的状况不是只有今年有 但是呢萨卡都的结果呢 下场都不一样 那有些时候那个第三大党 是关键的 非常关键拿到相当多的票 就像曾经有的清明党 那这个曾经在2016年的比例还比较高 可是在2020年跟2012年 清明党当时的 在这个两大蓝绿的挤压之下 就变成缩得很小 这应该也是有相当成的 就是气宝效应的产生吧 对确实是 我们如果看到这个图像的话 大概会发现说 对于小党来讲 或第三组的这个候选人来讲 那通常就是扮演一个 我们讲难听点 叫做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 意思就是说 我自己是没有办法选上了 但是我可能可以 拉下其中一组的这个人马 所以如果没有顺利的 去操作气宝的话 那么这个败事的这个效果 就会完全的被凸显出来 所以其实我们如果看到 这张图卡的话 在2016 2012跟2020 因为其实当选者都有过半了 所以意思就是说 可能某种程度来讲 气宝不见得是在这个选举 选举中的一个关键 但是可能2000年来说的话 就会变得非常的重要 因为你会看到2000年 就是因为没有气宝 所以使得说 最后的这个当选者 陈水扁总统 那他其实某种程度来讲 在当时的这个得票率来说 也是甚至是连这个 四成左右就当选 所以我觉得说气宝 在三组候选人以上来说的话 他对于第二名跟第三名来讲 可能会变得非常的关键 那一般我们在说气宝的时候 有几个重要的条件 一个就是说二三名到底有没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然后再来第二个就是说 如果要操作气宝 能够能不能够真的能够让第二名 有胜选的这个机会 所以举个例子来讲 比如说在这个2016年的时候 那就算有气宝 那可能朱立伦也赢不了蔡英文 在这样子的情况底下 你说这即使加上2016年 二三名加起来也赢不了一的话 票确实从这图形看起来还是 因为这个2016年蔡英文就是过半的票数 对而且赢得非常的多 所以类似那样的情况底下 那选民可能就会发现 我就算气宝也赢不了 那第三名的这个小党 他就会支持者就会觉得说 那我也不用去气三宝二了 所以还有几个重要的条件 像刚刚提到 第一个就是说二三名之间要有共同的理念 然后再来第二个就是二跟三加起来 要能够赢过一 那这个时候去气三宝二 他这样子的这种气氛才会成熟 那我们来看说这样子的这个条件 在今年存不存在 好像乍看之下是存在 但其实我们还是要 刚刚一开场的时候 这个王林姐也提到说 我们还是要看内行 还是要看一下这个门道 那其实我们这一次会看到 会在野的这个阵营 或我们俗称的非绿阵营 他们打出来的一个口号叫做下架民进党 他其实是换党执政的意思 对但是除了下架民进党以外 那你去仔细去观察 特别是民众党里面 他的这个支持者 他是蓝绿都讨厌的 所以你要真的去操作气宝的话 讨厌绿的那一块 可以因为气宝来转头蓝 但是你讨厌蓝的呢 如果说民众党里面的 一部分的这个支持者 是来自于我讨厌蓝 然后你跟他讲说 你今天要气白宝蓝 可是我就讨厌蓝啊 所以我觉得民众党 在这一次的这个气宝里面来讲 会跟2000年比较不太一样 他不太可能像这个 这个过去 清平党被气宝的这个情况下 可以气得很干净 那这次民众党 一方面是说 柯文哲主席到现在来讲 声势还非常的高 然后二方面来说的话 就是民众党本身 他的那个支持群众里面 就有一部分是讨厌蓝的 所以你如果要操作 气白宝蓝的话 里面会有一些人 不愿意去投票 因为过去的清明党 最早期是国民党出来的 所以他们有一些 盘根错节的来来去去 可以来来去去 可是现在的 比方白所兴起来的 他其实过去没有参加过 没有参加过国民党 甚至于最早期 还跟泛律阵营是比较合的 在这种情况下 他两边都不适的情况下 这个气宝还会出现在 这一届的总统大学上吗 我个人的观察是这样子 就是气宝还是会出现 只是说 它会发生一个现象 气宝的时候 它不是单向气宝 我们看2000年 这个图卡做得非常好 2000年的那个时候 其实最小块的是蓝的国民党 对 中间的那个反而是 那个时候2000年 清明党还没有成立 就这个投票的这个当口 清明党还没有成立 他只是宋的人 宋只是那个时候 跟李登辉两个弄得不愉快 他从国民党里面分裂出来 然后独立参选 所以他是以独立的身份参选 所以他跟国民党的关系 他细出同门 所以很自然的 当宋楚瑜这块约拉 你看他这个地方拿到了466万票 他其实陈水扁赢他 没有赢多少票 并没有赢多少票 那一年气宝效应 自然而然就会在 所谓的泛蓝阵营里面 进行气跟爆 只是说 那个时候气宝是 站在宋楚瑜的立场 他等于是 气国民党气得不够干净 所以他输了 他没有赢 差一点点 OK 今年状况不一样 刚才沈老师讲得非常好 婉林你也提到了 现在很多人就把它拿 直接拿来跟2000年做对比 其实这里面有一个值的不同 不是量的不同 值的不同 白色力量也就是 民众党现在的支持者 我们在民调的结构里面 我们看他的那个 我们讲的自变项 看年龄的那一层 学历那一层 特别看年龄的那一层 这个我是以前没有看过的 我从来没看过这样子的 一个政党是这样 两个政党 一个叫做民众党 一个叫做国民党 民众党的支持者 几乎都集中在20岁到40岁 40岁以下 国民党几乎都在55岁以上 而且年龄层越高 它的支持率越高 这个我们以前都没有看过 我们以前可以看到 比如说这个党 就算不是一个很大的政党 可是它每一个年龄层都会有 它只是说有的年龄层高人 有的年龄层低一点 很少有出现说 它会集中在一块的 那这表示什么 这表示说民众党 也就是白色力量 它现在基本上 它的群众其实是新的 是我们讲的 young voters 是年轻的新入的选民 这个跟2000年的结构 是完全不同的 那这一群人呢 大概就总统大选来讲 最多最多投过两次 就换两次投票 就是他要有八年的投票记录了 所以说这一群年轻人 大概在他有生以来 在总统大选里面 他从来没有投过 国民党的候选人 而且我们在年轻人的同侪团体 有一些特别是我们在学校教书 我们接触的学生 都是二十当岁 你可以发现 他们会有个同侪压力 如果有哪一个人说 他比较偏蓝的话 他立刻被 没有朋友了 我们都看到这种状况 所以很自然的这些人 他的选择 今年他大部分是偏白 有一部分偏绿 但是偏蓝的 偏国民党的非常的少 您这样的分析 白银是抢走了绿营的票 基本上是 所以回到我刚才 要回答主持人 你那个问题 会不会有气宝 我认为会 可是什么时候发生 最后两周 然后发生的时候 他不是单面跑 像2000年那个是单面跑 我的票跑到那边 他的票跑到我就 绝对不会往你那边流 今年不一样 因为今年可能被抢的 现在最近就开始出现这个现象 被抢票是站在中间的 这个白色力量 所以两边会往他 右鞋跟左鞋 两边咬进来 那咬进来的时候 如果我现在是假设 不一定 但是假设 白的就是民众党的票 崩了 到最后两周 崩撑不住 不管各种原因 那我们有机会 我们再来分析 总之 如果他崩 那崩去绿的 会大于崩去蓝的 为什么 因为他选民结构 这不是我们洗 个人洗 那有没有可能蓝白 因为之前在谈和 因为之前谈和的时候 之所以这个白银不屈服 是因为他们在多次的 民调上的时候 这个白银是高于 白的候选人是高于绿的 高于蓝的 所以有一定是白的往两旁分吗 还是说有可能 他也可以策略上竞赛的情况之下 白的胜过蓝的呢 这机会还存不存在呢 当然存在 所以这两天我们可以看到 我要先声明一下 我不是说最近的民调 是假的 我没有这个意思 我要先声明 但是呢 这样子的民调太戏剧化了 说白的有没有 的支持率 一下掉了8% 掉了9% 有没有可能 在我们在民调上看起来 有这种可能性 可是我说实在 可能性不高了 我们做政治学研究 长期的观察 发生这种重大变革的 一定有重大事件 那上个礼拜的蓝白 突然从合一下子卖到完全不合 算不算重大事件 算 但是有重大到让某一边崩盘吗 其实我认为没有 应该没那么快 没有那么快 所以应该是这样讲 他是有一点点的 选民情绪的反应 再加上选举策略的操作 因为现在二跟三民 因为现在第一民都是绿的 二民跟三民 有的是白的说我第二 蓝的说我第二 拿出一个证明来 就赶快从口袋里掏 不管他那个是谁做的 掏出来说 你看我第二名 不是他 所以你们应该替他保我 这就是目前的打的策略 可是事实上是不是如此 我个人的看法 我要再强调 我要再强调一遍 不是说现在做的民调 不对不是 各位让子弹飞一下 到12月初 12月我预估会有 三波到四波的民调 等到12月的第二波民调 出来了以后 我们再来看 可能更靠谱 曲教授是比较客气 他说这个民调不是不可靠 可是我还是要质疑民调 我们为什么 我们自己的媒体 长年以来 几十年都没有去处理民调 就是因为第一个 技术上本来就有它的困难度 包括这个 你是样本上面的问题 现在你要找家户 家里有电话的人 其实很多地方已经少很多了 所以会有家户 还会接电话的 本来就有一些偏 样本上面应该就有一些偏差了 更何况 从去年上一届的大选 我们就已经看到 上一次的市长的选举 出来大家大概很多的民调 通通都差落差跟事实 差得太多了 我不知道是这个是 民调的真假 或者它的失误就那么大 所以我们请教沈教授 所以现在出来的民调 到底是几家可信呢 这个当然没办法直接讲说 哪几家 不过我讲两个 你心里有数 你心里自己会觉得吗 是不是这样 或者说我们讲两个 影响民调失准 或者是比较准的 这个关键性的因素 一个刚刚婉姐有提到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说 真的在使用家用电话的人 真的是很少 所以说 这个使用手机的这块来讲的 这个抽样 是不是有能够跟得上 过去再抽这个所谓的 家用电话来讲的这个准确度 所以我们经常看到就是说 他都会讲说 我们必须要加权处理 但是这个加权的时候 第一个就是说 你已经抽样已经不准了 或者说你已经没有办法反映 它母体的真实性了 然后你还要把它去做一个加权 那加权有的时候 它当然是可以弥补那个不准 但是我们可能 我推估现在可能看到 有一些数字上来讲 反而是扩大了它的那个失真性 它透过加权反而更夸张了 所以你常常就会看到说 过去在那个蓝白河的这个辩论的那个过程中 有几组的那个民调 其实大家都说 这个我都是这个客观的这个抽样 但是其实经过了加权之后 其实反映出来的那个落差非常的大 那这是一个 然后再来第二个的话就是说 我们真正难测的是手机的使用群 那其实手机的这个使用群 也反映出了刚刚这个曲老师说的 大部分都是年轻朋友 那年轻朋友他们的政党认同 跟政党支持度 其实变化很快 变化非常的快 他可能相较于这个比较年长者 他有比较深厚的 跟这个政党之间的一种情感上的连结 他含血含泪含恨都会去投票 但年轻朋友不会 年轻朋友可以说 因为今天这样子的这个事件 我支持阿伯 明天因为这样子的事情 我就可能支持赖心得 后天可能这样子的这个情况又变了一下 我也不讨厌这个侯友宜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底下的话 一方面中间的这个选民 他们的变动程度变得越来越大 越来越快 然后再来第二个就是说 他们的这个被抽样 或者说因为 因为整个民调技术的这个关系 他也不太容易能够真的测得到 这个使用手机这块族群 而且他们现在是主要的这个族群 所以民调的技术要日清月异 我们甚至还看到有所谓的网路 那其实都是会产生 非常严重的一个结构性的这个偏差 所以还是回到最简单的结论 大家也都能够接受的结论 我们不敢讲哪一家最准 但是民调永远就只能参考 觉得这一届的总统大选 从开始到现在为止 就是充满了大家的民众也参与进去 这种算计 每天在计算 都没有问问自己的良心 说你自己想要选什么 大家就要算计谁加谁 然后就是用这个 比方说市场上就传出 反对绿营的声音 超过了一半以上 如果你刚才看到政党选票 实际上绿营的实力 可以从多少到多少之间 以过去的投票记录来看 我先讲的是投出来的选票 不是选不选民数 投出选票里面 大概民进党可以维持在 四成二到四成五 没有问题 但是好的时候 他可以突破一半 突破一半是蔡英文曾经 蔡英文两次好像都过半 我记得他两次都过半 这个是非常特殊的 尤其是2020年 因为那一年 大家俗称芒果干 就是他操作芒果干 操作得蛮成功的 所以不但过半 我还记得他过半很多 第一次是勉强过半 但是这是不是表示 民进党的实力 就是过半的实力 其实没有 他大概是我刚才讲 四成二 四成三 四成五 这个左右 大概是在这个左右摆动 我们也很客观的说 在过去这八年 经过民进党的执政 老实说 做久的人民走 是都会闲的 特别在内政的部分 蔡政府其实某种程度上 民意支持度是比 跟过去比起来 比较不是那么的高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 你说不喜欢民进党的人 会比以前多 这个我相信 我们从民调上也看到这样子 可是你说 因为这样子 所以票就一定会投给国民党 那不可能 现在反而不喜欢他的票 尤其年轻票 基本上是在民众党 好 那我们又反另外一个角度来请教 沈老师 那么 泛兰阵营一定让人讲说 都几十%以上 好像都在反对 这个想要下架绿营 真有这么多吗 那在这种情况下 赖清德的机会又在哪里呢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 在民调在测的时候的一个谬误 因为他问的是说 譬如说你赞不赞成政党轮替 没有人会反对政党轮替 所以他问出来的 可能对于民进党的支持者来讲 他会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陷阱 他就不会回答 或者他会回答反对 但是一般的 对于蓝的或对于白的 第一个他们当然会赞成 那对于很多 比较没有那么明显的 政党认同的选民 你问他这种价值性的问题 他当然也不会反对 所以你说真的 投出来就是说 六成是真的要民进党下台的吗 我觉得就像刚刚婉玲姐说的 一加一不会大于二 这个蓝白的这个部分 一加一不会大于二 刚刚曲老师也提到 因为民众党里面确实是有很多 他甚至是 他可能支持阿伯 然后你问他说 他心目中的这个priority排序 第二的话有可能是绿的 有可能是绿的 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这个选民 你要他说 他是不是支持说 政党轮替 然后是要交给国民党 如果你再把这个弹数加进去 政党轮替 但是你要交给国民党的话 我相信绝对不到六成 绝对不到六成 一样的问题是说 好我们要政党轮替 但是你要交给民众党 那蓝的这个部分 有些可能也是会觉得说 那我也不见得 所以政党轮替 它是一个道德性的问题 但是你是不是就是说 六成的人说要政党轮替 就是六成的人是反对民进党 我觉得这个是 有一点过度解读了 所谓的这个合纵连横 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我觉得就是 这个选举的方式不同 决定的后面 比方我们在学校考试 现在这三组人马 从头到尾 第一名都是赖清德这一组 如果在学校考试 当班长的 选上榜首的 就一定是他 可是现在又出现了 就选举制度 大家可以这样合纵联合票 有可能棄保来棄保去的话 就变成说 你到最后很可能 不是第一名的当选 就有可能是这种状况 我想这样子的讲法 基本上是事实的一个反应 目前事实的反应 但是它会有 政党跟政党之间 会有合纵连横 这个其实在 我们从政治学的角度看 非常正常 西数平常 可是选民可以这样 让人家这样摆布吗 它其实不是摆布的问题 它其实就因为它是多党制 所以欧洲很多国家 其实基本上都是如此 就是它在 甚至于有的 他们总统选举是两轮投票制 两轮投票制 等于制度逼着你 要去做这个工作 再重新整合 对 尤其第一轮投出来 因为它第一轮要过半 才会当选 所以它没有办法过半的时候 就是最接近过半的 那两个政党来竞争 那这个时候小党 它就可以选边了 另外你的有关于选票 赖清德当选的机会 我个人认为非常高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从选票来计算 如果我们现在 后面这40多天暂时不看 我们看到23号 11月23号为止 那个时候的大致的状况 我从选票上的结构 来反映看起来 赖已经大概拿到600万票 然后你看我刚才讲 我们大概总数投出1400万票 你扣掉600万票以后 剩下多少 剩下800万票 800万票除以2的话 那赖就肯定赢200万票 如果没有办法除以2 除以1.8 除以1.7 1.6 大的那一边 还是不容易跨越600万票